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sir Hello 大家好 由Ivan来到五仔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经常都说买东西一定要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位置是很重要的 这个钻石山的地铁站上盖 启钻苑那时候很多人想抽 包括我老婆的弟弟 她也跑去抽 幸好抽不到 为什么 惨了 原来到现在为止 总共有120宗塔订 就是六字居启钻苑 现在三座到五座 启池角、启陶角和启湖角 今月14日开始入伙 但是反查记录 到现在120宗塔订 绝对是非常不尋常 为什么呢? 今集想和大家研究分析 究竟是否风水不好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仅仅是和楼价和楼价有关 很多业主都很不满意 但仍然有业主选择 觉得交通配套非常好 有些人觉得自住而已 不要紧 有些人还说 入伙的业主也说 不怕楼市跌 跌是一种过程 似乎很有信心 未果之希望大家订阅 订阅、订阅、订阅 吴仔的频道支持小弟的创作 三岁赢80号都投资、理财、退休秘笈 如果想轻松退休休息 也可看看一千个收息的理由 绝对知道将来 怎样可以退休休息 多谢大家 首先说说我身边的例子 我老婆的弟弟 他还是单身寡佬 他也是想轻松入市 当时他真的有抽 用白表去抽 幸好抽不到 但是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位置是多好 我自己都觉得很棒 在钻石山上盖 每次开车都觉得 这么方便的 几条铁路的交界 所以很多人都去抽 最近2月20日下午4点 至今算到有120个拓定 有个抽到楼 入伙的女士就说 他喜欢地点漂亮 交通好 虽然他也知道很多人拓定 但现在楼市这样跌 也没办法 买的时候还很抢手 当然是在2021年时,楼价正值高峰的期间 抢得到很紧要,他说好像不花钱 他表示单位本身是用来自注的 虽然买贵了,但也不打算 打算拿来炒,所以不后悔 楼价跌,是一个过程 他喜欢那里,觉得舒服、宁静、方便 他看中这边的交通不错 因为附近黄大仙那些都不便宜 是不是又没什么新楼 鑽石山,星河,明居,你见到 凌作,七百几百万都照顾 但没有拍摄,起码附近的楼价值钱 另一个,高女士说 近日入伙了两房的大单位 首期都是子女给的 孝顺仔,竟然不是父母给的 他就说,这个单位虽然实际上不是很安静 不过交通方便,配套设施一流 还没想过打订 他说,就算人家打订也好 各想各,你又理你了 有人因为担心楼价跌,所以打订 他说,自住就没什么所谓 不怕得太多了 有高低起伏 另一个女士说,买入最小的单位 也不是很贵的 这个机会真的很少有的 交通方便,但你要知道 其实如果你用白表抽这个 居屋,如果你 拓订不买的话 可能 两年之内,你都不能再申请 白表申请者,他们未来24个月 不能再申请这些居屋 所以想清楚 如果你真的拓订的话 其实今次启转远 这么多人拓订了 主要因为一个半数都是开放式 和纳米的单位 你知道了 最近这样的楼价跌 很多人 没所谓了 输过十万八万的订金 买过一间 抽其他好过了 起码可以抽一些大的单位 改抽新落成的屋苑也行 大把选择了 何况 长沙宏的例月圆 最快应该是今季 也有机会给你申请 年底还可以抽 所以 很多人都宁愿 先看清楚 很多人宁愿抽 10万 也宁愿要有一个更大的单位 基本上 2026到2027年 落成建的 资助出售的房屋 他们确定 政府说一定不能小过26平方米 即是240尺左右 新落成的一般 都不能低于这个 水平 所以 现在这次的纳米楼这么小 他们觉得 买回来 可能 随时卖不出去也不奇怪 何况外面这么多私人楼 也有纳米楼 为什么不选择外面 选择这些呢 是不是 那么 这个 这个立法会 房屋委员会 事务会的一个 来文讲 就说 2000多个单位 有6% 下定的情况 比较少见 他说 一般来说 以往 最多都是10中 20中 左右 今次 超过七成 都是小单位 这个在转远 很多都是比较少的 首期 所以成本不足10万 他们觉得 撤了订也没所谓 输10万8万 这个数字又不是 负担不起 何况现在外面 买其他东西 不单只省下10多20万 所以今次撤了订也算了 后面再买回 楼市继续这样跌 他就说 就算 现在买回 也有好处 看得这么淡 哈哈哈 确实没办法了 现在真的跌得比预期厉害 很多人都给了5% 首期 8表 就要差跌10% 似乎 比较多 应该都是6表 撤订的人士 何况 六字居 2022年 那堆 敢拍 那堆有100个单位 上一期都未卖 变了 2023年又再重售 最近又可以选个楼 所以 很多人 包括那些单身人士 现在都想 不如 可以买大一点 就买大一点 那这次重售的 100多尺 那些 真的 未必完全 卖得了 没办法了 现在 这些事势 宁愿 先看清楚 很多都 其实两年前 这个启转也挺威力的 2112货 全部都沽清 租资居 这个屋邨 的货味 差不多买了 80% 这一堆 都挺受欢迎的 虽然那一刻 只有几宗塔定 想不到现在 100多个塔定 但是不要紧要 抽到也算是这样 始终那时候 相对其他 包括那些什么 将军奥景林 翠平 黄大仙东 头村 都有买家 都有塔定 但是 相对 没那么多 但是这次 真的塔定得很厉害 我只是觉得 这次 现在 启德那里有一大堆楼 观塘那里有一大堆 所以大把选择 是不是一定要 真的要抽那堆呢 大家想 理想理了 但是你说现在 继续多些 公屋出售 多些居屋出售 似乎 楼市 我想暂时 都比较 打横走 未必那么稳定 所以 大家都是 观望一点 我就不觉得 会立即急升 那种 何况现在的发展商 都不敢再 怎么砍价 去买 可能 差不多了 再砍价 虚本也迟 所以 我自己觉得 这刻 好不容易设计呢 你自己住的 没什么所谓 但是 有得选 谁不想选大一点 当然选大一点 是不是 所以 都不出奇 先看清楚 有得选 多大都选 启德那些 启德那些 卖了一半 启德那些 启德那些 果然 柳黄当然是 厉害了 那里交通有方便 景也比较美 虽然也不是 差这儿很远 但是 起码那些单位 叫做英俊 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 也有很多人 去那里抽 平均 选楼率 也有六成 绝对不少 但相对 那站是什么安达神道 那站是什么 安华苑 安麗 安盈 那些 那么久以来 听闻都只是 卖了21伙 99%都未出售 似乎 这些地方 又是有很久的 大家都觉得 地铁站 最重要的 其实买什么都是 说地铁站 位置 太远了 又没有什么配套 地铁站 是否会起呢 什么时候会起呢 又未知之数 所以呢 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 比较却步 现在 我始终觉得 可以了 政府又有什么家 又有长者 优先选楼 现在又说 有孩子 都可以优先选楼 所以呢 四成都先预了这堆人 这堆人 通常当然会选 交通方便 难道 走大斜楼 上楼上吗 不会了 所以一定 先选择这堆人 其他那些 真的没什么人选 你说不选择刚才那些 那些元朗 朗天苑 都不错 那些都是280尺 到 最多450尺 最便宜 149万 到310万 不等 平均尺价 6,280元 到2026年 就可以上楼 这堆人 方便点 是一些选择 或者 屯门的 兆趣苑 都是 选择之一 其实都有很多选择 变了 不过 真的宁愿选择 安全 更近的地方 起码将来 买出去 或者怎样都好 都容易一些 在第3市场 什么都好 但是 现在 似乎 我觉得 大家都是很观望 这些态度 比较审慎 如果你问我 撻了订 怎样好 撻了订 那 没再买过 可能省了 十几二十万 拿回一些钱 不如 买一些基金收 你说十几万的 都有一千元 你会收 公楼又省了一千元 支出 更好 虽然你说 八几万 公楼成本 很轻 但是 省了一千 就得一千 这些时势 当然 不要乱 走去 告追 之前 好像上一期 有些很贵 有些卖剩61个重购的单位 包括最贵的 鑽石山的 启祥苑 有个500呎的单位 也要卖 450万 如果现在买 450万 周围有很多东西 是否一定要买居屋 不一定 是否随时都收到损货 现在说很多对方 九千元 一万元一尺 真的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抵消到租金的升幅 这样 叫做 你有层楼 叫做 怎样 将来退休 都有个保障 不要客厦 为了 别人你买 我就买 其实买任何东西 都要看市势 何况现在高息的环境 供楼成本这么高 是否一定要高追 大家自己想一想 大家记住 今年 2024年的居屋 大家想用白标抽 每个人 入息 不可以超过31,000元 资产 不可以超过73万5千元 两人家庭 或者以上 每个月 月入不可以超过6万元 亦都是 资产不可以超过147万 如果你超出这个东西 你想过 既然 现在的房子这么便宜 不如自己买过 真的 外面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有70多万的现金 你买一些基金 你收息 每个月都有5000元 你存 一年都有6万元 你存多两三年 你也有 另一个首期 变成 可以到时再买 所以 真的不需要这么急 就去 打算下定 申请就申请 没什么所谓 抽不抽就一回事 但现在 我自己觉得 有很多选择 都不用急着 议员都觉得 现在 起这么多纳米楼 简直有少少浪费 连那几万元 都浪费了 真是 不要紧 基本上 现在外面的东西 还有便宜 那就再抽 希望大家 真的 想清楚 做每个决定 始终 如果你卖得这些 我就觉得 就 不要 打定了 你既然能抽到 但真的打定了 你真的要想想 你都要住哪里 对不对 所以 都要做每个决定 都要小心 希望大家 支持小弟创造 30年80年 很多投资理财 退休的比较级 如果想轻松松 将来退休收息 可以看看我本新书 送了一本 你给老板租退休 新年 发过幻财 希望大家 做任何东西 都要小心 不是买破财 买楼 都要小心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再谈 拜拜